今天来相亲的是一位大姐 名叫王萍 58岁 长春是双样屈人 王大姐前不久来咱们节目相过亲 并且跟高景富大哥顺利牵手了 可是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 王大姐发现 两个人在处理问题上 还是有些分歧 考虑再三 两人最终还是选择了分开 分开之后 这王大姐就去了北京 把精力暂时投入到了工作上 直到前两天 她在手机上又看到了咱们的节目 一眼就相中了 踏实朴实的徐润国 徐大哥 这才又从北京回到了双眼老家 说到这儿 我得感谢一下王大姐 对我们节目的信任 把自己的幸福都托付给我们了 我们今天必须用12分的努力 给大姐跟徐大哥好好的牵牵线 据王大姐说 她觉得像徐大哥这样的男人 特有男人味 一看就是个能懂得疼人 爱家护家的好老伴 那么两个人到底见面闹得怎么样呢 咱们一起来看看吧 她大七楼 上来怪累啊 姐 又剪串了 你还不行 你看老板 想我了是不是 想 难不想我 哎呀 我上北京了 我才回来 相亲主角王平年龄58岁 身高1米56 体重130斤 丧偶 长春市双阳屈人 由一儿子未婚 运管所退休 退休金2200元 名下有住房一套 面积90平 哪天从北京回来的呀 我3号 3号 3号到家安了 你刚回来不长时间了 对 刚回来不几天 也就是为了这个摄像 就是为了见这个徐先生吧 这个人是不是姓徐 对姓徐 我是为了见他 我就回来了 不知道他对我有什么感觉 平喜欢的一开始 但是我呢 现在的要求地方不是很高的 因为这个岁数呢 也不要孩子 长相都是四项的 主要是心情吧 因为我这个年龄断了 我也快60了 因为我现在没有任何的顾虑 也没有任何的上午老下午想了 就是这人 所以我就希望找一个男人 可能呵护我 我也个小小艺人 别看我最近年在外面很强 我看你最近愿意美了 上次没烫头发的时候是 烫的 就是我回来心里来烫头 我这时候花两万多块钱 我买的这光与肉服 就消耗一下 消耗一万多 走 再一次 别的经都没有出 你看这时候买的全是新的 你看我这边最优服 我已经买的 这是新的 这是鸭楼的 这家有3499 这个也是 这也是 这1200块钱 1199 标签上就猜了 是我看上了 雕牌跟这呢 对 这都是我新猜的 快 特写1099 这也是 这种在北京的大师店买的 王平前段时间 由于工作原因一直在北京 但是自从在咱们节目看到了踏实淳朴的徐润国后 就立马回到了双阳老家 准备跟自己心仪的另一半见见面 为了这次相亲 他也是做足了准备工作 坐这儿吧 你坐哪儿 往这边 行 所以说呢 我找地下呢 不要求地方多富 多富 但是必须有退休记忆 现在呢 我主要是上无老下无小 我觉得孤独 我就想找我伴 找我伴呢 但是还得 不想找那种给他当保姆的 我就想找个真心相爱的 因为呢 我爸看着这个这个姓徐这个呢 这个这个人吧 是打的 我觉得挺合适 我就给你又发微信嘛 完了 你把他的照片给我发过来之后 我发的内心呢 说 我感觉这个男人挺有男人的味 我也挺 说起生情吧 我就感觉呢 是我心不住长得那种的 好像是男人吧 我说我就这样 我说我就想见一见 不知道徐先生 不知道对方对我如何 所以说呢 只是我疫情 可能是一方面的情愿呢 或者是怎么着的呢 这玩意没什么 我感觉也没有什么 不好意思 或者是说太过分吧 因为啥呢 追求辛苦嘛 那不能放过任何一次机会 有一定的物质保障 这是每一个女人 都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但是除了这些基本的问题以外 王萍还提出了 有男人味的这个特点 那么在她的心里 到底怎样的品质 才算是有男人味呢 我看着她那小胡子了 小胡子 我也有胡子 那对啊 就有男人味啊 男子就有这小品胡 我就觉得 我发的那些就是看着她这胡子 完了我就觉得 哎呦 这些男子挺有男人味的 就这么 就发了这个感觉 还真是 咱那个徐大哥挺在意说 这个胡子的 他不是在不在 就是我 我就是吧 你给我发的那个 就是她跟别人相亲 那个视频 我一看 我就跟我北京那个节目 我是这个男子挺有那啥 他绝对是个就是 那种七十他差 所以说我为啥说对这个事 不是说能百分之百的 有把握度呢 直觉 对 直觉直觉 就是说你还不知道 在一块说话聊天 有没有共同语言 有没有共同之处 他的想法 或者是他的要求 人家要求长相不 模样啊 个子啊 特别是对方的条件呢 这里都没有 只有在一方情愿现在嘛 所以说现在不好说 我也不敢说 在王平的印象中 徐润国不仅外表够男人 内心更有着一份担当与责任 这才促使他坚定了 见面的决心 但现如今 他已经回来三周 徐润国与他的碰面 却一再推迟 这是为什么呢 大哥今天托我来吧 还有另外一个事 就是给您打个电话 徐大哥 嗨 小天 嗨 那个我现在在大姐身边了 完了之后 你不是想把那个情况 给大姐简单介绍一下吗 完了咱们月周二见面嘛 反正大姐现在就在边了 你跟他简单唠一唠唠 是不是 好 喂 喂 徐先生您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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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给那个感激你的 当我这么长时间 这说明里面 确实是通过节目也好 对我可以说有好感 第一个妈妈就完了 出事了 把她腿拽了 拽了 每天就疲了 我说出事吧 你给医院护理他们 因为家的几个爸 有小孩上学 好两天她在那儿来的 后来她手术完以后 我一直在这儿呢 她都去护理他们 这两天刚拽完馅 她说这样子好酱吗 这两天就能出院 所以那个终于出院 不过这个事吧 咱们这个红条小魏 已经跟我说好几次了 我已经没讲到了 我们延长这么长时间 没关系 没关系 我们小魏 一段时间解释 我应该跟大姐几次解释 没事 没关系 没关系 那两天都三周了 我说这个确实是不好意思 对这边 其实有点抱歉了 这个太正常了 天灾人祸的很正常 我们现在把定义的终于出院 没关系 把我们小魏也定义咱们周二 行 没关系 现在就能达成初二见面 这个确定了 行 天灾人再说 咱们还没见过面 我只是通过小天给我放的 你那个跟别的女士见面的 那个视频 好了 那你跟小天说吧 嗯 行 行 那行 那你先忙着啊 祝你儿子早日康复啊 好 见见见见 好嘞 原来俩儿一直不能碰面 就是由于徐润国的儿子不慎摔伤 儿媳要照顾孙女 所以她始终在医院陪护 通过她真诚的盗窃 也让王萍在心里感受到 这个男人不仅仅有男人味儿 更有深深的人情味儿 相信这场来之不易的见面 也会让她非常满意 我觉得这个挺肃静的 对这个远近还没有太大要求 对那个没啥要求 人好 什么远在哪里不生活啊 行 来 上楼 是人你不是固定的 是吧 对 哎呀 妈 就是硬了 停了 梁大哥 你进去吧 进去吧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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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亲对象徐润国年龄68岁 身高1米72 体重120斤 长春世人 由于儿子已婚 工厂退休 退休金3100元 目前居住在政府公租房内 面积50平 哎 包胡子了呢 嗯 挂了 我看着她们脚胡子了 脚片胡 哎呀 我就觉得 我发的内心就是看着她这胡 哎 包胡子了呢 嗯 挂了 你好 哎 哎 一进来这种落差太大了 一进来我跟着说 我都有点不想问 嗯 就是看不可电视呢 真的差距差一大 我感觉还行 这人说啊 咱那首长呢 这个 性格开朗 哎 大王 两人初次相遇 呈现出了截然相反的状态 徐润国胡子没了 这也让王平觉得 在她心里的男人味儿 一下荡然无存了 而徐润国却觉得王平落落大方 那么在接下来的相处中 王平的印象是否会有所改观呢 我记得那个 我记得那个 你之前不是说自己挺喜欢的 胡子不咋还刮了呢 后来 不行 到医院去吧 你 我说是刮了 为了方便照顾我儿子呀 对对对 正好 大姐第一回来介绍一下 大姐叫王平 谢谢王平 大哥叫徐润国 好好 那咱里的两个屋转转呗 来来来来 来来 正好那个 给大姐介绍一下 这是大哥的收藏 之前来的时候就看着过了 他这个是什么呢 是怎么演的 这个有很多玩的 这个是 这也是 轩轩轩轩 那这玩意也是好玩的 这个都是自己爱好 是你爱好 但是这玩意也是好玩的 不过这个确实挺脆 声挺响的 声挺响 那这你放下 你一个人拿 拿它能够出 你看 这就响了 这声音多正啊 这也挺好 人家就是爱好一种东西 也是一种 也是一种生活乐趣 虽然这男人味有所打折 但是喜欢收藏的习惯 却给徐润国加分不少 因为在他看来 念旧的男人 才会喜欢这些老物件 王平的态度 总算有了一点缓和 这一波三折的相亲 也算是进入了正题 我姓王 我叫王平 我是少阳区公路段退休 我今年58岁 63年生 熟兔 就一个孩子 我也是退休了 原来是在延连厂 我是特殊工种 55退休的 我是 我三年生 年龄平大 嗯 那你现在退休多少钱呢 我现在退休三年多点 嗯 退休早 要是 要是 我还不无路 退休多 那一样 你儿子一当过呀 他当过呀 他叫铁北 啊 铁北 去铁北 铁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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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儿子平时你还管不管 啊 儿子啊 反正正说吧 他有的时候吧 他说 这些孩子上学 我要坐那儿今天9岁了 嗯 这个 要是有事儿 去铁北 有事儿呢 哎 咱也不能 钱花不了 你就帮人点 嗯 就这么个事儿 嗯 那你这 现在你 要留着老伴怎么办呢 找老伴了呢 你这个 收我什么的 收老伴 对呀 帮我 想法啊 对呀 这就看女方了 对对呀 我怎么说呢 我说要你把工资都给我也不合适吧 嗯 你说你儿子 你说我不要去管你也不得忍心 你这收得到嘞 我觉得 就是你觉得你合适 你觉得你给我出个方案 看我能不能接受 我这个意思 你那觉得呢 我要是出发案 我觉得我 说的话 有点那啥 因为这边是你就有主动 因为你是男人 是吧 我觉得你说这个方案 看我能不能接受 王萍性格直爽 说话也不藏着掖着 面对眼前徐润国儿子骨折的问题 他单刀直入地提出了自己的顾虑 但是为了给对方足够的空间 他没有选择直接了当地去表达 而是想先听听对方的意思 其实来说吧 我现在是这位儿子呢 我现在就有点事 嗯 这个腿酸坏了 这花了不少钱 另一来说呢 平时也是 平时吧 那个 我儿媳妇呢 他一直没上班 这位儿子的工资吧 确实是有些地方呢 就是不宽着 我这个钱呢 可以说呢 这位也是自己 也花不多钱 他们有啥事呢 我都呢 真是那样 就给他拿出来花了 嗯 嗯 这个 嗯 就是咱们再组成家庭的话 嗯 嗯 这种情况吧 反正你 那 我是这么想的哈 咱们 这钱够用 够花 那玩呢 有事呢 当然我还是得够花 那对不对 嗯 我是这个意思哈 我也有退休机 因为你有你的儿子 你明白我说这个意思吗 我也有我的儿子 但我儿子我是什么都不管了 嗯 没有一点负担 因为你说出来你儿子有负担 嗯 因为咱们没见面的时候 不管是咱们看着你也好 都没看着你也好 对 毕竟呢好些细节不明白 嗯 没说开 今天你说到这呢 你的儿子我跟你说啊 说一句心里话 你的儿子怎么管我都不反对 你有多少钱给他 例如说你老徐 你有几百万你都给他 我都不反对 因为跟我没有关系 我的意思咋的 你三天多块钱 你要不然 给我两千块钱的伙食费 你留一千块钱 你跟他干什么干多花 你就给儿子 你给孙子 我都不管 要不然你给我一千块钱 我这一千块钱 我是往家买什么呀 贴什么 那是又有事儿 再一个 那我能显得我在这家 怎么能是女主人呢 是不是这意思 其实 这 就是说我说的这个方案啊 你同意就这么做 不同意就这么做 还有一个方案 就是说呢 我要这一千块钱 你自个儿拿这两千块钱 你给我吃啥醋了 我平时也别害我 给我这一千块钱 我也不能说啥都不买 但再不够花 我会问你啊 我的穿袋 你根本都不用管 是穿什么 我是穿一万块钱的衣服 两万块钱的衣服 就十万块钱的衣服 跟你老徐没关系 你不那意思吗 穿的漂亮呀 不漂亮呀 都是我自己的事儿 你不那意思吗 但是这三千块钱 你这工资这个钱 我是这么想 我是这么想 我必须是把我的说法 把我的想法说出来 你有你的想法 我有我的想法 因为咱们要主想在一起 必须先小人后君子 要不将来咱们会给钱 也要吵也要闹 最后还不和气 现在咱们再组成一个家庭 说实在你搭你儿子 就像一个女人到我这儿来 搂钱换哪儿来搭 一个道理 你不那意思哦 如果你要能做到我这个 那咱俩可以相处 感情在慢慢逐渐建立 就说明你对我有个信任度 如果你对我这个事情都做不到 你对我没有信任度 那咱就别谈感情了 那还谈什么感情呢 虽然对徐润国很有好感 但是王平把未来生活中 可能出现的问题 也想得很清楚 他能理解徐润国对儿子的疼爱 但是也很在乎自己是否有家的归属感 和女主人的地位 面对这进退两难的考验 徐润国会怎么回答呢 你说话我跟你说话 说这些态度你非常好 非常好 真是这个事 所以我说这个意思 徐大哥是正的意思 你看我说这个态度 我不在乎你那千八百块钱 我在乎是你的态度 另外你也在乎我 我在乎你啥呢 在这个家我又没有地位 如果我要是像你说的那样 我到你家来我就 你管我吃管我喝 我这一天我是住店呢 还是上你家来当保姆来了 还是上上串门子来了 因为我没有地位 没显示我是这家的女主人 这个意思 咱们想说两个人 都是为了你互相照应 找伙伴互相扶持 也并不是为了别的 因为现在这个时候 都有退休工资 就是男方吃也管 喝也管 穿也管 带也管 那女方工资就是干脆就不拿了 其实现在吧 真都是普遍这个现象 我觉得在这方面吧 它就有点 这个不凭我条约 因为你女方也有退休金 男方也有退休金 凭什么女方 就是到这就 我到这来 你就吃也得供我 穿也得供我 带也得供我 你这个就好像 首先前提就定在这儿去 我觉得这个就是不平等条约 这种事 那凭什么呢 对不对 咱们老年都是这个事儿了 儿女不在身边 咱就互相都是找个伴 那儿 互相呢 咱们情同意合 您照顾我 我照顾你 暂时吧 我儿子确实有点困难 嗯 因为涉及到现在不上班 就得有两四个月了 嗯 这两三个月当中呢 而且呢 你自己的伤害不是公司 大伙肯定是不可以治 总之来说吧 咱也得理解 所以一个女士啊 嗯 她站在她的角度 她说这话呢 咱们也得理解 我想我打断你话 嗯 你说这完全我不赞成 嗯 但是你说在一起生活 比方说咱们在一起生活了 嗯 那你认为是我的工资给你呢 嗯 还是说在一起共同花 还是说你把工资交给我 我安排过日子 完了 咱们不用谁把工资交给谁 那钱嘛 那就咱俩们敞开的 对不对 嗯 明了的 透色的 对不对 嗯 对不对 都有工资 对不对 我说的好听 我这话好听的不听 哎这是 咱该拿多钱拿多钱 对不对 俩人该一起呢 做什么做什么 我也不是说可以的 嗯 娶个媳妇 拿人家家当保姆士 什么都吃我啊 吃我吃吃我喝 我洗过蒜 收拾不少 咱们朋友我也都能干 做饭我也都能做 做饭我也都能做 对不对 咱们两个人就是 咱们就是 合伙 过日子 打个伴 真就是这个意思 我觉得这个意思 真的 我觉得呢 我真的现在可以说 原先我真不这么想 现在后想我 这事特别的不合理 对不对 这是不拼特别的 为什么 女的当时大大大大大 非得 你得跟我吃 跟我喝 跟我吃完 我的工资人 那我自己留着 我觉得这个 它就不合理 就不平等 你像她要求那样 现在也不是说 人人都有 现在 凡是女人要找 我猜看我都跟她说了 都是自私 她都想跟你这儿搂点 帮我帮帮我的儿女 可你呢 现在呢你一找哪个女的 让人家帮你儿子 那也不可能 也不现实 对不对小天儿 能现实吗 要猜看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的钱 你现在哪管你有几百万 你都给你儿子 跟我没关系 但是咱俩在一起生活 你的工具必须得由我支配 徐润国是个疼儿子的好父亲 曾经的他并不在乎 工资支配的问题 可是这次他却为了儿子 悄悄地改变了择偶标准 此时的王平心里也清楚 他想要的就是真情实义的感情 为了防止对方误以为自己物质 他打算再做一番努力 我这个女人和别的女人不一样在哪儿 我不图男方的钱 为什么不 我自己不缺钱 因为我的经济够花 我唯一的就像你说 找一个能够度过余生的伴儿 但是呢 像你那么说 你有时候可能是在这种情绪 或者在这种 现在对社会的一种 就是说女人讲的一种偏见 那我也不反驳 我不否认 但是我 就你说的那些对我来讲 那是不好知道 因为我没有问题想法 说你得给我一千块钱我存上 你得管我吃 管我喝 管我出饭 管我带 我没有 因为我这个是咋的呢 我不缺 跟你说过去 小天你给我介绍 对 你跟北京的待这些年 这咱都不说 这咱不说那个 就是我跟你表这个态势 这个意思 就是咱们要是能再往下谈 我不跟你说这种态势 因为你儿子你还怎么大 你爸毕竟做父母的 他都是不可能放弃而遇 你管我不反对 因为咱也毕竟组成家庭了 因为我在本身 咱二婚嘛 你参加说得很明确 我不是他亲母亲 将来 我没指派你儿子孝敬我什么 但是咱们可以做朋友 是不是 这一位 我是在问你在这呢 他跟我调调上阿姨 但是呢 我肯定不知道他要我老 比方说 我自己找出路 我也不会麻烦你儿子你 因为啥呢 我不给我自己儿子你钱了 我更不给你儿子你钱了 我有什么资本呢 我没得资本找人家麻烦 是不是 我不会说他让你 你我跟你爸会儿子 你得管我 不可能的事儿 那亲生子他都不一定晚你的 别说咱们这个 这个我不知道能不能理解 我考虑考虑吧 嗯 没关系 没关系 这很正常 那你呢 也实际实际不能来的 嗯 不对 齐大哥你不要这么说 你不用说我实际实际被你来的 爱心这个东西啊 我说的要不丢人吧 爱心这个东西 咱们是互相 互相的 所以你单方面的是不可能 因为当时我是说的 因为从有感觉咱们来的 你不用说我一个人被你来 你就必须怎么着 没有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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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问 你不用说那 为难 你说那些你被我来的 我怎么怎么着 那你没有 你就觉得 因为我来的 我再问你来的 说你心里话 咱不能生我 你愁我别扭 不行 那有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觉得我提出这条 你能不能接受 那边你看我顺不顺眼 你能不能接受 你这么的 反正咱们说别的都没有用 你说是不是 说的太多了 花言巧语的 我还没有 我还不会花巧语 我这个非常值 这个我就直来直去 那个新闻主开了 直来直去 直来直去 咱就这么说 就这么来 说话你太肚明了 对 你行 咱们就好好的 往那个方向发展 不行咱就少朋友 这个也很好 对 老伴儿和儿子这个关系 他的程度是一样的 你既然那边照顾你儿子 我也不反对 但你这妻子你得照顾 因为妻子是陪伴你 二十小时生活的人 他是你的儿子 你的这种亲情 他是对一样的 他这人吧 这个思想啊 头脑啊 确实是 这个智慧也各方面 是挺新的 真的 这个 像他所说的 咱也别评论说的 人家正不正确 可以跟你想法 看得出来 王大姐今天呢 真是带着满满的诚意 来相亲的 特意从北京 回到了双阳老家 他这样不顾一切 寻找幸福的勇气 值得敬佩 看完今天的相亲呢 让我有了一个 特别深的感受 那就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父母对儿女的爱 永远都是无条件的 无私的 徐大哥来咱们这相亲 也挺多次了吧 每次提起儿子 他都会立场坚定 说自己的条件可以变 但是在儿子的事上 坚决不能变 王大姐呢 理解徐大哥的爱子心切 咱们呢也得理解 王大姐的顾虑和选择 两个人各有各的难处 也各有各的想法 但无论怎样 热情直爽的王大姐 和踏实淳朴的徐大哥 两个人呢 都是心存善良的人 相信美好的姻缘 一定就在不远处